绵密的雪花冰堆成一座小雪山 在塑形成平整的正方体 淋上浓稠滑顺的番茄酱汁 就成为清朗又吸眼球的 韩系番茄冰酥 像我不吃番茄的人 第一次是觉得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一块块扎实的芋头做成酱料 甚至内馅还有一整颗咸蛋黄 甜咸口感郑重韬客们的心 它里面有像是杏仁角的东西 吃起来蛮香的 不会很腻但是又很清爽 而台南这间复古冰店 用西瓜可装刷冰 除了满满的芒果 还放上一球球红色和黄色的西瓜冰 淋上烈乳和Q弹珍珠 口感层次相当丰富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很爱 除了芒果好吃之外 西瓜也非常的甜 南部的那个芒果吃起来 就是特别的够味 芒果冰的成长业势 是以往的大概快三倍 至于高雄这家冰店 则是主打首个大袜 哈密瓜香蕉 芭蜡 凤梨 新鲜当季水果铺好铺满 甚至还有最大20倍的超大碗工装 让民众吃的消暑又满足 它水果量蛮多的 CP值蛮高的 跟往常比的话 是增加个一两成 面对高温炎热酷暑 冰品不止以量取胜 也搞创意噱头 要抢攻夏季限定的消暑商机 欢迎新闻陈明晏 陈妍为林维凯 一力情综合报道